今天是什么日子呢 2月24号 在去年的这一天 俄乌战争开打 所以让全世界觉得非常的震撼 原来在这个年头 还是会发生战争 那么就在今天呢 已经经过了365天了 到底这场战争 有没有办法转变呢 接下来中国力量要进来了 可能会有些不一样了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原本大家在等说 他今天会不会有一个和平的宣言 和平的讲话 但今天呢 是由中国的外交部先发表了 12点的有关于呢 怎么如何用政治的方法 来解决恶物的问题 那么今天呢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忙什么呢 习主席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例行的行程 跟夫人彭丽媛 在这个国宾馆 钓鱼台国宾馆 接见柬埔寨国王 还有太后莫尼列会面 显示出呢 中国大陆跟柬埔寨 真的是犹如铁杆一般的关系 就在美国啊 欧洲啊都还在 还有北约啊 都还在烦恼说 到底有没有办法 很团结一致的情况下 中国走出了自己的路 而且中国啊 自己的大国外交 真的是在走自己的路 没有跟着美国 被美国牵风向带着走啊 那今天呢会见这个柬埔寨的国王 是不是代表中检关系 未来会更不一样呢 赖教授 这是一个本来就安排好的一个会面 之前的时候是柬埔寨的总理 宏森 他又到中国来访问 也是一个国事访问 重要的一个访问 那这个访问中检就 有一个联合的共同的声明 而且呢有很多的合作的计划 当然提到的就是命运共同体 中检的关系整个连结在一起 我们看到因为对于柬埔寨来说 他要整个国家的大发展 那他的战略地位很重要 他看到中老的铁路发展得很成熟 目前来讲几乎斑斑克满 货运也满 人运也满 旅客运 客运量都满 那对于这个柬埔寨来说 他要把他的经济发展起来 他过去如果要往北走的话 他要进行陆运很困难 他一定要走海运 那现在他希望说能够往北 这样子直接通到中国大陆来 那这个部分里面就跟老窝的 这条路就通了 所以他希望要加速这样的一个发展 另外有关于经济园区 工业园区 中国大陆也在这个地方里面有很多的投资 还有一个就是港口的一个发展 那中柬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的时候 未来中国的海军 我觉得在未来在新罗湾这个地方 会有一个支撑点 也就是中国大陆的航母往南走的时候 如果要在新罗湾这个地方 那么因为过去泰国跟美国拥有军事的合作协议 那如果未来中柬的关系发展更好的话 那中柬之间不排除也可能会有一些军事的合作协议 就人民海军解放军 就是航向深蓝的时候 可以有一个地方 可以有补给的港口这样的合作 对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中国大陆的海军 在南海的整个作业中 就是说都不再用 不能够只是用海南岛三亚作为军事的补给点 如果有柬埔塞的有新罗湾的 那么作为补给点 这个对于中国大陆的海军 在这个地方海域的活动 那么将会更加的灵活 那当然未来如果跟马来西亚 新加坡或者是跟印尼 能够发展出更紧密的合作关系 那中国大陆的海军那么再往外发展 我觉得未来走入南亚这个地方 例如说到这个巴基斯坦 或者是未来的伊朗 例如说中国大陆跟伊朗 也开始建立一个更紧密的关系 那这样的话大陆的海军的发展 就不再是就是在中国的这个区域 沿岸这个区域 那一直往外的发展中 对中国的商队船队货运队 它本身的海洋通道的安全 就能够保护它的通道的安全 不用被一些有野心的国家 所切断或者封锁 那这样的话中国可以保持 它在全球的五大洋的 所有的海运的海洋通道 都能够保持安全 那这个部分里面是中国 作为一个海洋大国 它一定要发展的 所以它是一步一步来 有多少力量做多少事 有多少能力发展到哪里 但是你要到发展到哪里之前 你必须要先跟这个国家的 经济关系搞好 政治关系搞好 你才能够那个 双方互相信赖 对双方互相信赖 然后就顺理成章的 发展出军事的合作关系 这个都是要一步一步来 长期的一个走法 这是大国战略 对的确我们可以听到 不只是人民海军走出去 你知道吗 人民海军走出去 对美国来说 它就觉得 你们就是对世界威胁 人民海军 怎么可以走那么远呢 但是你再放远 我们回过头来看 我们来看看 我们不要理美国那一边 我们来看看 离比如说两岸 或者是在南海这边 的确从战略 外交 经济 贸易 一带一路 中国带着周边的国家 一起走出去 哪一些国家 真的能够赚钱 哪一些国家 真的在提倡和平 有时候我们说 和平真的不是说说而已 美国人的和平 美国人的人权 是谁让这场战争 继续打下去 恶务战争 就这样打了365天 我们今天再来看一下 联合国大会 还有没有改变呢 同样今天有一个表决 首先表决的题目是什么呢 要求俄罗斯撤军 要实现乌克兰的持久和平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这个表决的结果 最后193个会员国当中 141个国家投下了赞成票 这已经跨过了 出席国家三分之二的门槛 于是就是通过了 那么反对的 投反对票的7个国家 包含了俄罗斯 白俄罗斯 叙利亚 北韩 俄利垂亚 玛利跟尼加拉瓜 那么弃权的部分 包含了中国印度跟伊朗 今天呢 驻俄联合国大使 涅边甲 他就今天有个发言 他就说呢 俄罗斯的对手 人对于击败一个 核武拥有国 存有妄想 赖教授你怎么看呢 联合国的 这样的一个表决 其实是形式上的 因为实质上的 约束力是不存在 在联合国的决议中 其实真正对于 区域的冲突安全 有决策能力的 而且有执行力的 其实就安理会而已 安理会是最大的 那联合国的大会 它很重要 但是它是一个在道德上 在道义上 那么具有一定的高度 那它会产生这种国际议论的影响 不过问题就在于 它没有办法 具有执行力跟决策力 也就是说它可以谴责 它可以要求俄国退兵 但是俄国不退 它也一点办法都没有 没辙的意思 对 因为它最终 还是要用武力的方法 要来解决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军事实力 可是问题就是 武力的方法 美国 除非美国参战了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 美国不肯参战 美国也不想参战 那美国不参战 其他的欧洲的北约的国家 他看你美国不参战 他当然也不会参战 也在旁边看着 对 那所以一定是 乌克兰继续跟俄国打 那所以北约的国家 他们就提供武器给乌克兰打 这个我们就称之为 代理人的战争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战场只局限在乌克兰 因为北约的国家 也要求乌克兰 你不能够越界 打到乌克兰的领土 也就是如果你 你打到乌克兰 你不能越界 打到俄罗斯的领土 如果你打到俄罗斯的领土 俄罗斯一定会让 让这个战争往外扣打 所以乌克兰的军队 不能够越界打俄国的领土 因此战场 永远就是在乌克兰 那对乌克兰来说 其实真的非常的不利 因为怎么打 都是在他们自己的家来打 自己的国土来打 好 那接下来 其实很多人在这365天 我们看了这么多的战争 看了这么多的家破人亡 这一次的俄乌战争 这一年的时间 光是华府的智库威尔逊中心的一个 俄罗斯经济专家 他就分析 他认为俄乌估计已经花费了超过9兆美元 大约是273兆台币这个数字 当然有很多军事专家会说 这个数字应该会更多 那么另外俄罗斯的前财政部长 他也做了一个分析 他说光是看俄罗斯联邦预算里面的 一个一般国家问题 在2022年飙升了50% 已经达到了420亿 表示战争的确有消耗俄罗斯 那么这场战争到底达到现在 已经进入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了呢 当然两边都有伤亡 两边都还在撑 那么俄罗斯会不会在3月 真的发起一个大反攻 乌克兰撑得住吗 我们有一则最新的新闻报道 里面有最新来自乌克兰这场 俄乌战争的影片 我们先来看这影片 等一下我们继续评论 乌克兰首都基辅 举行俄乌战争周年仪式 总统泽伦斯基事前发表贴文 表示这是痛苦悲伤信念与团结的一年 但是2023年将会是乌克兰胜利的一年 而另一边俄罗斯施放烟火 纪念祖国保卫者日 双方都对战争的走向 保持乐观态度 不过普丁在这场战争上 就已经大幅超支 根据媒体智库推算 俄罗斯每天将需要为了战争 付出9亿美元 等于一天就要付出台币274亿元 至于在双方战场伤亡上 根据挪威媒体估计 有18万俄罗斯士兵和10万乌克兰士兵 在这场冲突中伤亡 双方各有15万人死伤 根据联合国粗估 战争中伤亡民众约有2.1万 但外媒分析双方至少有高达4万人伤亡 难民人数则超过1700万人 超过四分之一的乌克兰人 因为战火流离失所 其中乌克兰当局指出 战火导致440名儿童丧生 851名受伤 329名被列为失踪人口 更有高达1万2000多名儿童 被非法遣送到俄罗斯 乌克兰除了国土 经济更面临重创 2022年经济萎缩35% 基础建设损失高达1380亿美元 全面经济损失将高达7000亿美元 普丁在国庆资文预告人民将面临长期作战 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乌克兰 则是宣告力挺乌克兰直到胜利 同时加码援助20亿美元 俄乌战争一周年之际 目前还难以看到和平曙光 记者离境综合报导 好 但是接下来 我们说风向是不是会变了呢 因为中国开始 中国力量要进来了 那中国什么力量呢 劝何不劝打 中国外交部呢 在今天发表了一个12点 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12点 首先呢 我简短来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包含了尊重各国主权 摒弃冷战思维 停火止战 启动和谈 解决人道危机 保护和平 平民战斧 维护核电站安全 减少战略风险 保障粮食外运 停止单边制裁 确保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 然后推动战后重建 其实前半 一到四点 就是止战 后来慢慢一步一步来解决 接下来乌克兰 俄罗斯 怎么样来恢复 那么赖教授你怎么看呢 今天中国提出这12点 我们中国在提出12点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 您刚列举的一些数字 我觉得这个数字 基本上可能有点失准了 或是失死 为什么 因为他们把俄国高度的畅衰 是 例如说他们认为说 俄国借助这场战争 发动这场战争 已经烧掉了9兆美元 那乌克兰才7000亿美元 怎么可能 俄国本土都没有受到攻击 对 那乌克兰本土本身是 乌东地区是战火 经济的损失 而且是乌克兰的重要的工业园区 那么重要的科技园区 它的GDP几乎都没有成长了 那么它的GDP已经呈现出 负成长的37%左右 那这样的情形下 等于是它的 整个经济大量的萎缩 那怎么会就精损7000亿 而俄国的经济GDP 才少了2.1% 目前IMF计算出来的结果 才少了2.1% 那怎么会俄罗斯 去损失9兆美元呢 那俄罗斯的整个 整个国家的总体 哪有到9兆美元那么多 那这样的情形下的话 我就觉得 这个战争的估算是失实的 就是说它跟准确度是不高的 另外一个部分里面 我们谈到的就是 这个战后乌克兰怎么办 如果战场战争再打个一年 那乌克兰战后怎么办 它现在在台高足 那它负债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那战后的时候 俄罗斯要过几十年的苦日子 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 为什么都不跟人民 说清楚讲明白 这些都要负责任的 就像叙利亚一样 内战之后 其实他们现在你会发现 名声凋敝嘛 对没有什么经济繁荣 完全没有 而且乌东地区 本来就是一个重工业区 是GDP的最大的贡献方 乌西部分是农业区 是经济不是很大的贡献方 那乌西地方本来就是比较贫穷落后 因为它是农业大区 然后乌东地方是工业大区 那问题就在于 工业大区打成这么烂的 乌西这个地方的农业 如何能够填补乌西这个部分 工业的亏损 更何况如果长期的内战 也就是长期的分裂的僵持 乌东地区都不能够恢复正常的工业的生产 或者是俄国占领区的地方 它恢复了正常的工业的生产 而它的生产出来的GDP 是贡献给俄国方 那这样的情形下的话 你乌克兰政府未来 它的财政情况该怎么办 就等于也没有钱进来 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 你这些欧洲的 或是美国的这些分析家 都应该要客观的 把整个战争的面貌 俄国的真正的损失面 跟乌克兰的真正的损失面 还有欧洲 美国的损失面 跟美国的获利 跟欧洲的获利 这个部分都应该要攻注于世界 而不要偏听 偏说 偏信 我觉得这样子都不好 另外一个部分里面 你提到了中国的问题 在乌克兰战争满周年的前夕 普丁主张一定要追求胜利 要打下去 拜登在演说 也主张一定要打下去 那两个巨头都说 要继续打下去 所以根本没有乌克兰的角色 对 但是今天 剩最后20秒让我来讲完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这算不算是风向变了 他说中国有跟我们说 有这个协议 他说到我想跟中国会面 他认为这符合乌克兰当前利益 对 这符合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这符合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